大家公里同志的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高雄 莫山高中的真真 我知道第一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辛苦了 尤其很多朋友可能从早上 一直听到下午这样子 然后一定很辛苦 可是我觉得生活一定是非常多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李美老师今天一看到我就说 真正你紧不紧张啊 我就这样说不紧张 可是我前面听完两场 后现在又紧张 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 如果我的声音微微战斗 是因为感动 谁不会害怕 对那我今天带来的是 报处幸不幸 主要是谈尾声报处 然后一直到若父爱个电阵 一遍两世 那这主要是配合我们 去年学科中心所主办的主题 就是书请传统 那我跟前面两个老师的 内容是非常大不同 前面两位老师谈的是 作文教学或者是那个情感的创造 那我今天呢带来的主要就是 真的就是国文本身的教学 不是作文教学 也不是创意的引发 那首先 首先我要介绍这个人 不知道大家用不认得 这个人是去年就是在大陆 网路畅销书的第一名 那他的名字叫 乌琴 然后你要买他的书 已经买不到哦 因为畅销一空这样 然后很多人就疯狂的搜购他的诗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诗集写什么 就是我从里面栽入的一首诗 他这首诗集图叫有四种颜色 我对一个朋友说 我邻居家的母狗生了八只小狗 那些小狗有四种颜色 有黄的绿的红的还有黑的 没有他诗就这样而已 就这样而已 他说啊就这样子 诶这是他的诗哦 而且销售一空哦 然后那当下我第一次接触到乌琴的诗 是因为人家都说他很畅销嘛 那我一看了以后有深深的熟悉感 你不觉得共同学生写的诗很像吗 就是非常的白话这样哦 在这位乌琴哦 他有一个专属他的文学名称叫废话题 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写的东西实在是太废话了 那也有人在反凤说 你的诗该不会自己出钱一页了吧 那那些买的 应该都是你的亲朋好友 他可能一下子就买光 你知道你的那个知名度 可是不要这样说哦 他的诗集哦 很快的进入恶版 那恶版也很快的就卖光了 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啊 怎么会这样呢 那当然网友是边买边骂哦 就有点像我们看一些那种巴黎港连续剧 就是撒狗血 就觉得拜托怎么可能这样 不是还是每天继续收看是一样的 所以忍不住 我要再介绍他第二首诗给你们看 那第二首诗 他说我打电话给张建华 接电话的是他母亲 我问张建华在吗 他母亲说在 在大便 我说在大便啊 他母亲说是 我对张建华的母亲说那怎么办 他听过就说怎么办 我听到老师隐隐很强烈的回应 百姿 这就是我们大家看到他的第一个念头 所以我大家也想说天啊 如果我们的国文教育剩下这样 那怎么办 这样就很想提出这个疑问 所以也不想再伤害大家的眼睛 我也想在也因为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我也不想再问自己 就是文学最近在教些什么 就是我们常常教的都是这些东西 大家不觉得吗 因为他会考 所以我们会考作者经历啊 作者生平啊 或者自食结构啊 那甚至有学生就非常的强烈反应 就说 我为什么要学那么多死人的东西啊 他都死了 对不对 我们难道不能学一点活人的东西吗 所以我又非自参加学科中心啊 那教授呢 有提到这个 这个我很喜欢的作者 就是明初的沈崇文 那提到他非常有名的书 是抽象的书籍 那里面有一段文字 我非常感动 那为了洗洗大家刚刚的耳朵 我把它就是一部分摘入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 他说生命是在发展中 变化是常态 往变是常态 回变是常态 生命本身不能凝固 凝固就既是死亡 或真正的死亡 那唯有化作为字 化为形象 或化为因果 才有渴望 将生命的某一种形式 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 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跟演示 然后透过长长的空间 遥遥的时间 长长时间遥遥的空间 让另外一地 另外一地生存的人 彼此生命留住 固有足够 我觉得他真的写的太好 这就是我们文学的价值跟意义 我们把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或我们感动的东西 透由文字的呈现 然后传发出来 跟另外一地的人 或者在历史洪流里头 另外一端的人 达到了共鸣跟扑令 甚至安慰 这不就是我们文学 最基本要的东西吗 所以在我们中国文学里面 有非常有名的抒情传统 也就是说有一个伤口的东西 在彼此生命中不停的留住 有点类似像我们在教一个 藍地之序 后知是经 由今知是习 一样的共鸣 像戒指里面他就提到了 他说今天他字幕归宜啊 那徐美且义 不是那一个 不是那个非常漂亮 你毛巢非常漂亮 是美人之举嘛 其为赠送的关系 那在相夫人里面也提到 他说 倩金都失忆附落 将以未兮人者 把他的心情 透由一个东西 送给任方的女孩 那古诗十九首里面也有 他说 攀调则金融将以未所思 或者 我们学生这场念到的唐诗 孟浩然的确认 照水空自爱 我折花将未神 他都是透由一个赠送的动作 将自己的情感 达到一种呼应 或者达到一种证理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 欧金的诗 大家的眼睛快入心哦 就忍不住拿 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 王立之默干 他有本非常有名 也很畅销的书 叫做 《当世界留下两行书》 我很喜欢解决读 这样简单的小东西 刚刚两位老师 一个教二类 一个教三类 人生就是这么巧 我带两个班 刚好二三类 对 所以对学生呢 理工科的嘛 他真的不喜欢 看复杂的东西 所以像这样的两行诗 像很适合他读 我就选了一首 来跟大家分享 树叶凋蟹 等待一生 只会发出飞翔声 这两行诗里面有期待 那有动力 甚至有爱 所以自己的期许有爱 那我们忍不住又跟巫青来比一下嘛 那巫青的诗呢 一个朋友问我 你邻居家的猫狗生了几只小狗 是八只还是七只 可是我忍心很有致思敏 因为他的题目叫 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因为我也真的不太清楚这样 所以这时候 我大家真的都累了 所以我就让大家听一首 学生推荐给我 他好喜欢好喜欢的歌曲 我没有很想你 这是一首游行歌曲 那大家也可以算间就是休息一下 这样子是一个不难懂的流行歌 那我用这样的流行歌 来凸显我们回教一种可能出现的晚点 我没有很想你 我没有很想你 只是没早醒来的一个想到你 我没有很想你 只是偶尔会翻译你的翻译 我没有很想你 我没有很想你 只是偶尔会翻译他的翻译 我没有很想你 先为了原谣一下 这就是高三女生的赖琴啊 就是非常喜欢这种歌 这一下歌都要听得挺 我没有很想你 就是在沿岳睡不着 我没有很想你 只是在沿岳睡不着 想要来不及 我没有很想你 只是我回来的梦一段 这是梦 我没有回想你 只是后悔的梦白 看我的歌 过程的梦一段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只有用其中的一段 那这个呢 我把他的歌词拿下来 我把他讲设为是一首新诗 那我现在进行新诗教学 所以我们正常国导师 第一个就会做单字解释 偶尔 偶尔就是 偶尔就是有时并非常常 所以我们是常常想你 那再来就是 因为其他都很白话 接下来就是结构说明 后面是前面的补充 那前面呢 产生回缓反复的丝歌效果 同学要抄起来哦 对不对 好接下来第三个呢 修辞作明嘛 就是前半步 还有泪蝶 同学画起来哦 那后面呢 比多嘛 就可能有点小白鸟 对不对 磨血 那下面那一句呢 就是结论嘛 我真的没有想你 对不对 哎 可是好像跟我们刚刚听歌的 那个氛围 不太一样耶 那你学生都会举手 老师不对 那种听的感觉好像是很想你呢 那怎么会这样呢 哦 不对不对 那个老师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他应该是道反修辞啊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呢 很多学生都会举手啊 老师那到底什么时候要道反 什么时候不道反啊 那时候老师就说 那这这个要看啊 对不对 所以你博文学不好 跟你人生就有关系啊 就是那个 这个呢 就是那个什么 我的少女时代里面 讲了一句话 当一个女生说 非常讨厌你的时候 上次是非常喜欢你啊 人生就非常的苦恼 最近非常红的 就是国文素养的问题 然后朱又勋呢 曾经在报纸上面投稿 投了一篇有关 他看那个国文素养的评论 那我从里面 揭露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他说当我如果要分析 一边文学作品 不管分析角色 主题情节 你会怎么做呢 他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分析咖啡 如果我现在前面分析一杯咖啡 你会怎么做呢 那很多人就会开始讲啊 你说可能是黑色啊 滚烫啊 胃苦啊 它是一个议题啊 这样都不能满足 我们对这杯咖啡的期待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用一样的方法 来讲文学 我们就会发现 当我们在分析文学的时候 常常会很直觉的 罗列大量 直接可见的文本细节 甚至有的时候 只是把作家写下来的东西 换句话说 我们根本没有触碰到文学 真正的结构或核心 可是问题又来了 问题文学的结构或核心 是很深的 我怎么样让学生浅而易见 又张开双臂来接纳你 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问题 事实上在文学里面 我用学生很喜欢的东西来拨印象 这小帮子里面也提到 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 要用心去感受 那或者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本书 就是扬造的响乐 音乐的乐 里面有五段话 他说 事实上音乐到底要怎么分析 怎么书写 怎么讨论 每一个世代都不一样 可是有个非常伟大的 就是指挥家马勒 他就一直强调 音乐最重要的不在音符里 那我每次就用这句话 来提醒我自己的实习生 我说你知道吗 文学最重要的 应该不在文字里 如果用他的逻辑来看 那文学最重要会在哪里呢 这边都是文老师 大家都是老马师父 事物一贯的 像大家都知道在里面的情感 我今天下午来到这边 定理老师的开场 里面就讲到一句话 他说文学最重要是感动 如果文学没有感动 没有生命力 可是现在那个感动 要怎么让学生去知道 或感受得到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 我们要跨越了鸿沟 所以我常常就会问自己的问题 也就是说文学到底真实的念 是什么 或者文学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在读那么多的文本 苏东多的啦 或者是说柳中原的啦 他们想想的话到底是什么 或者是说我们是在文学两部 百度的一个传夫 从文本到学生 我们传达给学生的真的是真实 真实作者想展现的意涵吗 或者是说作者想展现的真心意涵 我们有办法真实的传达吗 我觉得这四个问题是我一直不停在学问自己的 所以我觉得文学的表现是很浮面的 也是很容易处理的 可是文学的精神才是我们更要掌握跟在乎的 那呈现出来就是我们的教学内容 那我才会大胆的设计这一套 这一套那个教学理路 就是报道信不信 那事实上我也可以再刨出一个问题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有一次就是受邀到教育局 帮他们做一个教学 博文教学的说明 然后当时上面也是非常多的文老师 那我只用一个问题问当时的文老师 现在也可以让人进行反思吗 也就是说我当时只问高雄市那一百多的文老师 我很好一个问题说 事实上大家有没有思考过 苏东坡或者柳中原 他们应该都没有学过那么多种修词 那他也没有学过那么多的经音译比较 那为什么他们以前画好文章呢 那或者是说他们以前的他们那些古人 可能不像现在的孩子 从从国小学到国中学到高中 可是他们的文力就是深刻而感受的 那这些孩子跟他们最近都是不同的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让我们放在心里去思考的 或者是再沉淀的 好那这个报酬信不信 这个呢主要的设计缘由是因为 我在期待说文学意向拿捏 今天有没有更有趣或更有效的方法可以让学生掌握 或者在我整个思考的设计的思维主要是参考虚文卫老师提出来的土经户文的看法 那这个土经户文呢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讲的户文修辞 而是新闻卫老师提出来 他认为我们现在的新闻学创作 事实上很多都是奠基在古代文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发挥 如果大家也认同这样的逻辑理路 在我们念新闻学之前 也许我们把古代文本 仔细拿来深思口息 对我们了解新闻学诞生是有帮助的 那我的设计主轴是洛夫爱的验证一点两世 那我对学生的能力进行分析 主要是6.4的难目比 那我的设计目标 希望他第一个能够透彻了解文艺 这是基本的 就是我们刚讲的文学的表面 那进阶希望他可以了解洛夫创作的背景 还有他的目的 那终极目标 是希望他可以知道洛夫想呈现出来的终极的教育目的 就是希望他有了解自己有选择的权利 但是你做任何选择 都跟结论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设计理念主要是来自于伟生 在这里我本来不大想讲 不过佳音老师没来讲都没关系 就是有一位佳音老师嘛 然后他是我们那个终枝教师里面的指导老师 然后我报告完这位佳音老师还蛮喜欢的吧 可是老师不太是我的名字这样 然后我呢我的个性我比较闷闷的 然后默默的 然后所以那时候在终枝教师圈 大家在照相的时候 其实佳音老师很受欢迎 所以他都会跟佳音老师合照 然后佳音老师看我默默坐在旁边 你看他又忘我的名字 所以他都会大喊 佳音 佳音来 那个佳音 然后我就在那叫 我就赶快跑过去了 就帮他们照 然后照了好几张以后 我就默默的在把照相机还给他 我又坐回一个位置 然后佳音老师会看我默默的 他说佳音来 佳音老师往后带一道佳声 然后让我跑过来 所以我回来我都跟他们取笑说 我可能有个号 我号叫佳声这样 可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经历 那佳声上最早是出自于 我们都知道是出自于庄子 那他的原文上就是 其良相你只不来 所以自己去罢了做死 可是庄子对他的评论是什么呢 庄子认为佳声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他认为他是立名心思 不念本养受命的人 所以他是不肯定他 留在那里等于孩子的这种态度 可是到了后来 到了后来 包括司马迁 或者姬康 或者玉台新勇 或者李白长丹行 或者汤鞋佐姆丹体 态度突然改变了 变成他们都非常肯定 委身抱住心这件事情 为什么中间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然后在徐干的中会会员里面 提到一个中庸的评论看法 他说 如果你男为姓 还想为姓 那不如不是 就是说这个姓 如果你会 你今天要坚守这个姓 可是你没办法做到 不如不是 所以今天徐一半的态度是 如果他可以见到委身 他是记忆委身 你信不如不信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 那所以我就会在心里自己反处 委身他到底信不信 还是他该信不该信 后来接收到洛夫这首诗 这首诗叫做 爱的变证 一的两诗 刚好就是针对 委身信 与不信他一路口诗 他想教给学生 是两个概念 一个就是 委身上 你可以信 你也可以不信 那 当然我 我就会讨问学生 那如果你是委身 你对爱情的态度 你是信才一路信 那我再来大胆的 把这一首爱的变证做结构 像一刚开始就是 委身与女子 其实两相 女子不来水 是不去 八粮做了死 他的两世 实际上就是最后嘛 就水治了以后的态度改变 那第一个就是水治 那你不去 不去就死亡 死亡以后 我死后仍然要爱你 那事后就是水治 水来了 那委身离开 离开以后他活着了 可是我活着还是爱你 那他的差异 就在去不去 离开不离开的人太多了 那 刚刚 这碧卉老师是带来16堂课嘛 然后 我们林语是两堂课嘛 那像整个委身报处性 我是希望设计出来 是可以让老师们 都可以在课堂上现实使用 上高中课真的很重 所以委身报处性 我真正的只有上了三堂课 我觉得这是个事实啊 因为再多课 我也没办法拿出来 那这三堂课 第一堂 事实上就是说明一下 委身的比较 还有乐部的风格 那第二堂 就是让他去思考 委身体到底有没有别种选择 那最后就是我们的隐身 是让人生选择充满在各式各样 帮过古人的一些责利或生命态度 那学生你会面临这些挫折 你知道你有选择的权利吗 那你知道你选择不同 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吗 那刚刚两位老师都16堂课 两堂课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有点搞 我只带来一堂课这样 那就是第二堂这样 那因为刚刚是三堂课 我就拿中间第二堂做一下说明这样 那我们分成教学前、教学中、教学后三部分 那教学前就是引起动机 那引起动机的时候 我的引起动机就是 让学生用流行歌曲进来 因为学生喜欢这个东西嘛 像刚刚就会推荐给我 所以我就让他们用流行歌曲告诉我 事实上在流行歌曲里面 也有许多是爱的坚持 还有妥协现状 就是也许爱的坚持 他们就非常踊跃喔 这旁边就是他们现场的样子 就是他们就 喔老师有哪一首哪一首 那他们选出来 我们是直接就摸 就是他们选出来之后要票选 票选完以后大家都听过了 会唱的 隔壁班会抗议很长这样 那我就会选那一首 就是直接上那个YouTube 把他抓下来让学生提这样 那也有就是妥协 就是还是朋友啊 就要我们分手 还是朋友啊 就妥协的 来用他的文化 告诉他 事实上结果不同 你是有选择喔 那第二个呢 就是激发他们的思考 如果你是尾声 你会不会离开你 你不要告诉我结论 我就是说莫夫怎么讲 我要听你怎么讲 你会不会离开呢 那因为课程很干 所以我也是抽两三个 有班上特别案发表的啦 请他们讲这样 就是你若是尾声 你会不会离开 那当然很多人就 很多答案喔 对不对 老师我会离开 我会离开 那我记得最有趣的一个答案就是 老师我觉得尾声太笨 如果是我 我会先离开 然后看到那个女生要快来的时候 然后再冲下去抱 你知道吗 这样子就可以两相缘嘛 你干嘛在这边等 那或者我就是先跑到旁边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看看风头怎么样 如果说状况越来越不好 对不对 那三十六季就是走围上车 等水退了再回来这里等嘛 那他就告诉他说 这个我等很久 我说你这不是欺骗行为吗 对不对 就他们会有很多的思维 那教学活动呢 主要是课文讲解 那为了缩减我的时间 所以我就是用PPT的方式上课 然后把一些我要讲的东西 补充的东西 用很快的方式让他凸显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进行新制度的分析 那新制度的分析 我主要呢 就是把我弥定的几个问题 用问答的方式给他们 那我不会给他答案 好 让他们进行讨论 一个分组讨论 讨论 讨论以后 这是他们讨论的现状 好 那讨论之后呢 就是各自绘成一幅新制度 那可以上台发表 好 那我不会强制说一定要讲 因为有的孩子 我觉得他真的是比较害羞 那上台就会觉得很害怕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用加分鼓励的方式 就是你愿意来跟我们分享的 那你就鼓励你勇敢站出来 好 这是他们画出来的东西 那我有准备他们发表现场 可是因为时间有点感 然后延伸阅读呢 我是用 我会就是在课后快结束的时候 我就发了一尾文章给他们阅读 那这篇一文章 我自己很喜欢 是从天下长治学路出来的 然后他的题目就是 我爱自己的人 无法去爱别人或被别人所谓 那文章非常长 我没有全部给学生 我是用节路的 节路版就在老师们的讲义里 那大家都可以印回去给学生看 那他里面呢有一段话 我觉得现实很好 比如说当你懂得看重自己 这样别人也才会重视你 那当你学会爱自己 赞入自己 那你的需求才会得到满足 你也才会付出爱跟接受爱 所以我在讲这个时候 我就会问学生一个尖锐的问题 比如说你觉得鬼是怕爱自己吗 就是说当你今天 你用一个激烈的方式 对不对 用死来证明一些的时候 那尾声他有想到自己吗 那那时候我就会再配合 就大家想去后面有 就有些社会事件 蓄起的 那或者是说用死来证明爱的 我就会解下一个学生 做一下机会教育 但我不会告诉他你该怎么做 我只会让他多方思考 当这样的结果 他有想过他自己吗 或者他有想过这是真的爱吗 还是一种抱负吗 那在这篇文章之后 那在这篇文章之后 上他有些精锐的话 我觉得对很多大人 都是一个目不成重 所以说当你做出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跟自己有关系好吗 你真的喜欢自己吗 还是只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爱 或自以为是把抱负的美化 成为一种爱的喜事吗 那最后教学后 我去让他进行爱的书签 那我要介绍这个活动是 这个活动是我 我这么多的实验活动当中 最成功的一个 但是我要感谢的跟在座的高中老师说 你如果要实行这个活动 一定要三思 因为很花钱 这是真的啦 就是因为要引发他们做的动机 我会先发现已经采好的 像我是一整叠放在这里 然后让他们自己去挑 他们自己喜欢纸的大小 或者纸的素质 那当然为了引诱学生开心的做 所以那个纸都不会太烂 就让他们还蛮漂亮这样 然后苦命的国文老师 还帮他们都采好这样 就让他们自己挑 然后我就跟他讲 你们要交功课喔 然后一定要交一对 不可以只有一个 一个是爱的兼职 一个是妥协限制 那你只要交一份过来给我 但是如果你要很多张 我从学院开始举手 说老师那我只能拿两张吗 我可以拿四张吗 五张吗 我说可以啦 就是爱你就多拿 虽然当时我心在躺鞋 我说你要就多拿没关系 但是一定要拿 你不要给我拿个五张啊 不行 一定要拿一对 因为我希望他们自己去思考 妥协限时跟坚持 是不一样的状况 所以你一定要对等的去拿 那学生一看到可以自由拿 他也马上迅速秒杀 然后想说没关系 没关系 就是你只要交一对牌给我就好 可是交牌以后我更心伤 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他们 他们很认真话 他上面一定 我跟他讲说你可以到 那个歌词上面去摘入啊 或者是古诗词摘入啊 上面就写一段话 就只要爱你坚持跟爱你不写 做成像书签的样子 这样就可以了 可是没有想到 学人交回来以后 我就觉得非常难过 因为我发现他们画好多好多 可是他们漂亮的都自己收着 都交你们丑的给我这样子 要不然就是他们漂亮的 就是送同学啊 对然后就是 因为老师说 只要交一对牌给我就好 就交回来都最丑的 对那我觉得是很难过 就是原来自己在学生西中地位 如此薄弱这样 可是等一下会让大家看 可是有一次就是我去上课的时候 然后提早到 就提早到班上 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 非常感动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班上有个女生失联 就是全班都知道 因为她在班上嚎嚎大哭 有情绪失控 所以她一个礼拜 心绪都不太好 然后我不是他们的班导 我是他们国导师 然后我就上课嘛 因为连堂都没有回办公室 走过的时候 我就看到她的桌上 就有一张手柜的 爱的就妥协现实的那个书签 我当下就觉得 我们不经意的一个文学活动 可能也可以给孩子一些帮助 这样子 然后原来那张书签 就是同班同学给她的鼓励这样子 然后我当下我也没有 我也没去把那张书签搓起来 因为那张比交给我的漂亮的百倍 但是我还是看到以后 心里有点软软的 就是觉得我们的努力 才是有价值的这样 那这是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做出来的东西 当然你要相信 他们给同学的比给我的好 那上面就是都是他们 看的一些歌词啊 或者唐诗诵词啊 都可以 都可以 那这个呢 是也是我的一个另外一个甜心小故事 就因为那时候 我在做这个教学实验嘛 然后说实话是有点累 然后学校客户又很重 然后可能我那一阵子都不太有效了 你知道 就有一天我就早上去上班的时候 就在我桌上 发现这五个 那个桃花西木的种子 对 上面就写着要甜甜心 这样 那我 那这是桃花西木的种子 我当下就 就觉得 喔好贴心喔 是哪一小孩 这个国年九十五好了 真的太贴心了这样 然后我就到我的班上去问啊 我说有没有人有这种善举啊 对 安慰了老师那个心啊 真是太感动 就都没有人举手这样 然后我想说没关系 反正我有三个班嘛 一班一班都总会问得到 那三个班都没有人举手 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女生 我们都觉得是女生简单 对 有女生来说 喔老师好漂亮 就断了这样 对 我想说幸好我先拍照了 这样 然后后来一直问 就是三个班都问完了 就有下课的时候 有一个男孩子 确深深的 就跑来跟我说 老师那是我给你的这样 啊那个男孩子就是 有一点小致病 然后在班上一直都没有 没有很亮眼的那种男孩子 他就说 就是因为有我们那个大 我们学校刚好有一颗桃花西木 然后桃花西木就结种子 就是这种种子 然后你知道他丢上去就是 会这样雪种 就很浪漫 对啊 然后就问你还是在那边玩 然后他就等下课以后 去结种子 然后后来就想到 我都最近不太开心 事实上是没有啦 有点对 然后他就把他写了 放在我桌上 我整个人就觉得超感动的 我就觉得 这的确是个爱的书籍 我也感受到了他的爱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 一个简单的小活动 好 事实上 一样的思考冲击 我们可以把它 落实在特文的教学 我们也可以衍生 包括说 像我们今天谈的是爱情的坚持 或妥协的限制 事实上 事实上针对理想也是这样 我们国文教学百分之九十 谈的不都是人生 谈的不都是面对挫折的勇气 和继续走下去的努力吗 所以 不仅是爱情 我们也许应该坚持或妥协现实 事实上理想也是啊 所以 这时候我就会把他拉到 包括居元 舒东坡 跟陶渊敏 尤其像陶渊敏 我就问他 你觉得这是一个坚持 还是妥协现实 很多学生就有不同的思维 对啊 尤其像苏东坡 这是坚持理想 还是妥协现实呢 他即使被贬到了海南岛 他还是坚持 他对国家的爱 这是坚持还是妥协现实呢 那陶渊敏 他今天不为无头女折腰 他今天看起来像是妥协了 但是他是不是也是坚持 他对于大自然的爱 对孩子要去思考 好去思考 那接下来就是第三个 是我们郭文老师 最喜欢做的活动 就是写作文 所以我就用这样的题目 主要用中论慧言 慧言许甘所讲的 欲以为性 则不如是 所以对于爱情人 坚持承诺 有人懂得转换 那你的态度是什么 那我用的两个 也都是自然主的孩子 所写出来的东西 那来跟大家分享 我用这两个孩子 正式想要正一件事情 就是 只要我们适当的引导 他的思维的力度 只要孩子受到了感动 孩子写出来的东西 一定会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是三类孩子写的 是一个男孩子喔 那他的作品本来并不漂亮 可是我们经过这些活动的引爆 或者是启发 这他写出来 他选择爱的坚持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孩子文字 他用正从语的文字写 他说正从语曾经写过 我宁愿意的引直向草朵 夜夜任你把我的生命 灵心的知我 我想当爸爸把分界套入 妈妈手中的那一刻 就已经将自己的生命 知入妈妈的灵魂 成为妈妈生命中最灿烂的光 爸爸是妈妈的安全感 包护着妈妈 保护着妈妈 两人坚守彼此的承诺 坚持爱情也许会伤得彻底 但我相信 只要真心 就能帮助我们寻到 自己生命中 那个永恒发光的地方 我觉得他写的还蛮好的 我都写不出来 我觉得就是 他实际上没有很灿烂的文字 可是他就是觉得 如果他是尾声 他会坚持到底 他不想要妥协 也许伤得彻底 可是他对得起自己 那另外一个就是妥协现实 也是 这是二类的男生写的 也是超没有文感的 一个男孩子 就是我们就是慢慢的 引导他去思考 去思考 去思考 思考才是文学 真正的力量 我觉得 然后他就是愿意妥协 他说 爱可以平凡简单 也可以不做你的 可以简单到切手看天光 也可以迷你到餐之后天气 对我而言 一段必须让我费尽 尽心万苦 才能拥有的爱情 我想他并不属于我 我会把他当成上帝 对我开一个玩笑 他要看看我是否有智慧 走出一段生命的迷航 转个心绪 继续寻找真正属于我的爱情吧 我觉得他也写得很好 虽然也没有很多的漂亮的修辞 可是就直接写出他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 所以我当下也是非常感动 那学生的回馈 实际上学生还是很喜欢活泼的 所以他们最喜欢的实际上就是 爱的书 其实就是 我最近拿出很多昂贵的词 可是他们印象最深的 上次流行歌曲的比较 就是大家在那边推荐流行歌曲的时候 然后就是很热闹 然后我可以现场放出他们爱的流行歌曲 甚至站起来一起唱的那种感觉这样 所以他们好喜欢那一段这样 我最喜欢的是写作文 那他们不太喜欢 那我自己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真的高中特业很重 所以我只能用三个小时 进行完整个活动 所以里面呢 有一些东西是要开回家当偶客 那我会觉得这是比较可惜 还有我为了要拉高他们那个 就是关于理想的部分 所以我有讲到曲缘 可是那一届的孩子 他们没有上过曲缘 也没有讲过苦居 然后可是呢 我已经把苦居的单字解释 都非常仔细的印成讲义给他们了 可是孩子还是有吃下去的困难 这是我觉得我整个教案当中 最不足的地方 还是可以微调的地方 所以我最后特别就是用荣应台 我很喜欢的一段文字 来跟大家做呼应 荣应台在那个明宫中仰望心动里面 有提到一段文字 文学只不过是提醒我们 除了岸上的白杨树 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 那就是湖水里那白杨树的道理 那我们的工作上就是把白杨树里的道理 用方法来让孩子能够更贴深的感受 那个道理也许是更真实的存在 所以我就觉得 这样我们上过温课 为什么会那么痛苦或困难 是因为我们没有协助孩子张开他的眼 事实上只要孩子张开他的眼 去发现去感动 对理解文学 这个发现跟感动 对理解文学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那不仅是课本 这样我们也可以透游很多文学的小活动 来达到感动他张开眼的结果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欢跟学生做一些文学小活动 那这个呢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段文字 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扬兆 我想遇见你的人生这本书 这是写他女儿的 那扬兆是拉小提起的嘛 嗯 所以 对不起 扬兆是坦方琪的 那他从小因为练音乐的关系 然后就是跟一个老师坦方琪 然后那个老师有一天就是走在台北的中山北路 然后那时候因为应该是秋天在文字里面这样写 那风吹过来不觉得冷 可是叶子一直不停的翻飞 然后那时候那个音乐老师就牵着小小扬兆的手 就站在那个十字路口 那扬兆就想说已经绿灯了怎么不走 我中间有节路 然后那个老师就说 噓不要讲话 就一直带着扬兆就站在那个十字路口 那扬兆就不知道老师在干什么啊 后来老师就说 他们在跟你说话你知道吗 就那小扬兆就不知道啊 就他说的是叶子在跟你说话你知道吗 小扬兆说我不知道啊 就他们老师就劈头大发 他说如果你听不到叶子讲话 那你怎么听得懂音乐 音乐能听腐跟你在说什么 贝多关帕格尼尼海顿 你听到他们在跟你说话吗 如果你了解他们在跟你说什么 你才会知道怎么去演奏他的音乐 那我觉得这段文字也给我很大的感动 我们有教会学生 苏东霍在跟你说什么话吗 或者柳中原在跟你说什么话吗 当你的眼睛都看在ABCDD的时候 也许你也忘了更重要的东西 是他们正在想跟你说话 是你没有打开心去理解他 所以我除了课本之外 我自己每周都会给学生印一些小文章 那前提之下是要我感动的 对就是我自己喜欢的文字 那跟你做分享这样子 那学生也会透游我的引导 然后我会稍微跟他讲一下这些故事 然后你回去去看 那前提之下就是我喜欢 而且学生很容易理解的东西 这样我们可以不需要透游什么教学设计 就可以让他直接去读文字 和文字背后真实的情感 就像说中理合的好了 大家都知道课本上学中有文章 是我的书哉 对那学生对于我的书哉 我的学生好像感受都不是很明显 那我因为教学技巧又不够好 虽然没有办法讲 把他讲得非常的生动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说 老师推荐你们看两篇文章 你用两个礼拜把它看完 其中有一个就是评价夫妻 对那里面他们 他跟平妹对于爱情的坚持 然后不离不弃 对就深深的打动学生 然后我就刚好在讲这个时候 就是那种有套证课词 刚好跟那个若姑爱的一两世很相近 我就说你知道吗 这也是对于爱情 平妹的选择和忠敏的选择 他们对他们的选择进行负责 对那当然他的结果就是 家里面有一个穷困 但是他们是幸福的 那这也是我分享的 另外一个文学的小故事 就是千里为风 我知道大家有听过 对你以为我这次有时间放给你听了 对这个事实上是 就是他主要是一个英国的青年 在爱尔兰共和军的息息之下 壮烈牺牲 然后呢 他早就 他那个青年是一个军人 他似乎早就知道自己 会在战争当中壮烈牺牲 所以呢 他随身都会带着一封遗书 那那封遗书上面就写 给我亲爱的父母这样 然后后来果然就在爱尔兰共和军的息息下 然后那个人都壮业牺牲了 然后他就把他的同僚 就把他的信带回去给他家乡的父母 那他家乡的父母看了就非常的难过 也非常的感动 后来就把他的信 po在那个当时的报纸上 就是刊登出来 感动非常多的人 那主要我会知道这件事情是美国911 美国911的时候 因为大楼倒塌 不是也有很多的消防人员 中业牺牲吗 然后在他们的追思会上 就有一个11岁的小女孩 然后他不知道怎么表达 他对他父亲的爱 所以他就是把这首诗 在那个地方 用他自然的声音朗诵出来 朗诵这首诗 来表达他对父亲的爱 就也因为那样的朗诵 被一个日本的这个 就是介赏奖的 德主叫辛吉曼 就听到那首诗 就非常的感动 所以后来他就为他谱了去 那那首而且把他的歌词 改成日本话 就叫千里微风 那我后来呢就看到一个是 台大合唱团的版本 那他们那个礼拜的文学小活动 就是听那首歌 然后就是听那首歌 没有别的 所以你就是回家听就好了 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分享一首你喜欢的流行歌 是你感动的给曾老师 那我们可以进行教育这样 对然后学生的感觉的那个回应 就非常的多这样 但是我有前提是一定要帮我翻成中文 因为其他文太懂这样 那我为什么用台大的版本呢 是因为他的歌词翻得非常漂亮 我觉得很有文气 就是有各式各样版本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那我现在就想请大家听一下这首歌 呃 大家 有点小声 大家在听的时候 请帮我看一下他的歌词 对我觉得像这种东西不用上课 学生光听到这样的歌曲 或者在这样的文字当中 他就可以了解生命的永恒 或者有更多的东西 是在鼻子之间流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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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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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問她說 妳是中文系的嗎 她說不是 然後我就說 那妳跟著我們中文練習這麼多場 妳愛上博文了嗎 對 然後因為我總覺得 我很喜歡讓偉軒知道就是 我是真的很喜歡這些東西 把這個愛傳達給妳 然後 博文並不困難 而且用各種形式的樣貌存在 所以即使妳的流行歌曲 它也是文學 那即使很簡單的東西 它也是文學 那當妳喜歡上了文學 妳就會用開過的心去接納 老師到生活的所有東西 這是我的想法 所以我也在這方面努力 所以事實上這一個本身千里為風 也是對一種人生生命的選擇 甚至是對思念的選擇 對於親人離開 妳的愛的選擇 或者妳的心安放地方的選擇 那這次學生給我 就是每個禮拜 妳有看到一個盒子吧 就是我會跟他說 妳不可以寫超出盒子以外 因為我沒有時間開 這樣子 對那如果我跟他說 我每次發給他 後面都會有我的小心得 然後我會跟他說 妳可以不要寫喔 妳也可以寫眉心得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一直在倡導一件事情 就是說 要有包容性 要有互相體諒的心 可是我們為什麼不能體諒孩子 他不喜歡這篇文章 那如果我每個禮拜 都發不一樣的文章給他看 他可不可以對其中一兩則 完全沒有feel呢 這樣也是可以的啊 所以我就跟他講 我都會發文章給你看 然後每一天都說我愛的 但我愛並不代表妳愛啊 所以妳也可以就是告訴我 老師我不太喜歡這一篇 或者老師我看不懂 這個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對 那但是只有一件事情要要求 就是妳不要寫太多 對那我還會告訴妳說 我不會給妳任何評語 因為這是妳的心得啊 心得哪有什麼好或壞的 所以妳寫任何東西 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因為大家都是教育同業 我必須說實話 不是我不理他心得 是因為我才要改作文啊 對我實在是改不完這樣 所以我都 妳看都幾乎沒有評語 但是我會畫線啊 代表我有看這樣子 那這是學生的回饋 我明明有畫格子 他還是寫很多這樣啊 對那寫不畫還用紙貼 可是我們看到還是得到 很大的共鳴還是土地這樣 我也不會給他寄警告啦 對 我也會寫太多寄警告 對這學生寫給我的回憶這樣 對就會很燦爛 對我頂多就是有月啦 過不得這樣 對就是沒有實在是沒有時間喔 去去給他們 所以我對他們是單純的給予 那單純的給予是基於愛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他們這些文字 那這是我剛剛發 中禮盒的那個 貧賤夫妻 其中一個孩子 這是一個男生喔 不要看他這樣好像秀氣 可是一個男孩子給我的回饋 然後讓我當下還是覺得 啊我每個人快幫你找文章是值得的 他說看完中禮盒的文章 他的一字一句 總像石頭般壓在我的胸口 越是用力呼吸 就越覺得沉重 閉上眼睛 靜靜的思考 空氣依然昔薄 但是呼吸 已不再是維持生命的關鍵了 就哇 他寫的真好啊 就給我一個很大的鼓勵這樣 事實上 我覺得做了所有的努力 就是希望文學的教育 也可以像畸形發展一樣喔 就是不僅是加掛 那同時也是加深 那即使像好久好久好久以前的 藍庭集訓就已經告訴我們 後製是金由金是世行 有相同的東西 在不同的空間或時間 不停的流轉產生共鳴 所以孩子念文學 怎麼可能會辛苦呢 對 我們教的不是古人的東西 我們教的就是你的生命 如果你對你的生命 有一點愛與保護 那你應該知道 文學就是這麼體現 你生命中的弱點與強處 所以最後 我來得及 我講完了 對 最後我要以洪詠勇的一句話做結論 就是 我很喜歡這句話 他說 事實上人生不是追求財富 名氣地位去填藍的倉庫 而是有機會 以智慧去面對許多困難的選擇 那我覺得我們的文學教育也是 我覺得文學教育 也並不是追求財富 名氣地位去填藍的倉庫 而是指導我們的學生 當你有機會的時候 會勇敢的御用你 可能小小的智慧 去面對得生一些困難的選擇 好 謝謝大家 謝謝